這條題目就講到,有一個路段就叫AB 我假設這個就叫A,這個叫B 其實沒什麼分別的 有一輛車由A駛向B 顯而易見就是車,紅色這一輛 然後有一輛單車就是B駛向A 然後隔了一段時間,它們就會撕到大家 然後在Mid的那一刻,就是剛剛他們相遇的那一刻 然後我們又有另一輛車,又由B駛向A 然後他們又再次相遇,非常複雜 然後說兩個相遇點的距離 就是他們中間會遇到的某兩點 這兩點的距離就是原本A和B的九份之二 然後呢,這個就是第一個Condition 然後就會有第二個情況 記住這一部分呢,由這一句開始 到這一部分呢,都是屬於第二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基本上都是Mid的 只不過比的數字就有點不同 然後就要我們找出A和B之間的距離 就是這次題目啦 就這樣看這題目呢,一般來說都非常複雜的 我們可以看看究竟它在代表什麼 之前說過,我們這裡有一輛車 然後在B的這一點呢,我們有一輛單車的物體 單車當然是慢一點的,對不對? 然後我叫1,2,3的話呢,他們兩輛車就開始走 那麼,車當然會去到某個位置 然後,因為他們去到某個位置呢 就會大家遇到大家 那麼,這一點我先記住 那這一點呢,就是他們第一個相遇點了 那麼,然後他們相遇之後呢 車就會繼續向這個方向走 那麼,然後單車也是啦 那麼,單車我們可以不用理他了 那麼,但是在同一個時刻呢 那麼,就是他們相遇的這一刻呢 這一輛有新的,綠色的這一輛單車呢 又開始在這一點裡繼續走 那麼,所以呢,圖就會變成繼續去啦 那麼,而由於呢,這條題目又講到這兩輛車呢 這兩輛單車啊,so far 那麼,他們的速度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所以你可以比較一下呢 這輛藍色車呢 那麼,由相遇這一點,移動到過來的位置呢 那麼,就跟這一輛,第二輛單車 由起點,move到過來的位置呢 那麼,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多的 那麼,這一點呢 他們,再次相遇嘛 那麼,這一點呢,第二點呢 就是他們第二個相遇的位置呢 那麼,我們先標示它 那麼,然後這條題目就講到 這兩點 他們的距離呢,就是 A,B,整條路長度的九份之二 那麼,這個呢,就是條件了 那麼,這個當然是第一個條件啦 那麼,第二個條件,他在講什麼呢 第二個條件就是,如果這輛車的速度呢 那麼,就減慢了20kg的時速啊 減慢20kg,那就是這輛車呢 會慢一點啦,對不對 那麼,這輛車慢一點的話呢 那麼,有兩樣東西會改變的 第一樣東西會改變的呢 就是,這一個距離 就是,原本 這兩點 中間的間隔呢 就是,A,B的九份之二那麼長啦 那麼,而新呢 新的車呢 就是,一套新的conditioner 派了下去之後呢 那麼,當然 就是,這輛車 就是,這輛車 就是,這輛車的這輛車呢 就慢了啦 Slow down 那麼,慢了之後呢 但是,中間的這個距離 嘩,這裡很複雜啊 就是,我現在打斜線 他們兩點相遇的距離呢 也都會變了 變成怎樣呢 那麼,就會變成是72kg了 那麼,現在不說幾多 幾多比幾多了 就是72kg的 有實數啊,對不對 而,而且 而且的是什麼呢 那麼,而且就是 第一次相遇 是發生開始之後的三個小時 就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 彈回去之前啊 一開始他們還沒動的嘛 對不對 那麼,當這輛車 記住啊 是減慢 就是,之前我們有第一個condition condition 1 那麼,這裡開始呢 就是condition 2了 那麼,condition 2 發生什麼事呢 那麼,就是這輛車的車速 然後,被condition 1的人 慢了20kg 然後怎樣呢 然後,就是 當這輛車走到過來 跟這輛單車相遇的人呢 這一刻,我們是知道的 就是Exactly 開始之後的三個小時了 那麼,記住呢 這個條件呢 是在condition 1的時候 是沒有表明的 condition 1的人呢 就是說 一開始他們 在某一個時刻相遇 但是這個時刻呢 我們還沒知道是多少的 那麼,如果我估計呢 就是會少於三個小時啊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輛A的這輛車呢 是走快了的嘛 那麼,如果減慢了呢 那就走三個小時了 那就是這樣啦 嗯,那麼就這樣 就算我做了這個動畫在這裡呢 那麼,這條數你也看到 它設計得非常複雜嘛 對不對 那麼,所以呢 在下一頁呢 那麼,這條問題呢 就會消失的了 那麼,就會讓大家有多些空間 去了解一下這些圖啊 還有,有些位置給我寫一條色是怎樣的 那麼,接著下來呢 喏 我就會將剛剛的那個動畫呢 就變成一個靜態的圖啦 那麼,就分開三個部分來討論的 那麼,一開始呢 就知道一邊是A 一邊是B啦 那麼,然後就開車啦 那麼,這個大家在上一頁的那個動畫都已經見過了 那麼,今次呢 我們就是時候要分析一下 例如,怎樣裂色啊,那些這樣的東西的 剛才這一架A的車呢 就... 由A的這一點啦 就開過去 那麼,開到這裡 那,這個記得是跟時間還有關的 時間是向這裡流的 那麼,去到中間的這個階段呢 就是A 或者叫做 車和單車呢 相遇的這一點啦 那麼,我們這裡有一個位置啦 然後... 他們... 再... 這輛車和第二輛單車 相遇的第二個位置呢 就是這裡 那麼,這裡有一個距離的 那麼,之前都說過一些Condition啦 那麼,這次可以快點一下Pi了 那麼,就說到這個距離呢 就是AB整條路的長度呢 的九份之二的 然後呢 如果... 這個是Condition 1啦 Condition 2呢 我用另一隻顏色啦 Condition 2呢 他們說到這一段距離呢 其實就是72kg的 咦,那就搞定啦 我們... 已經有足夠的條件 可以給我們裂色啦 那麼,那條色可以怎樣裂呢 那麼,首先 這裡我留了寫一件事啊 就是這個AB的距離呢 那麼,在這裡寫回啦 AB的距離呢 我們切它做X啦 那麼,畢竟這個也是我們今次這條題目 我們要求的東西 那麼,是主角來的嘛 那麼,根據我們的慣例 我們喜歡把它切成X的 然後我們可以怎樣計呢 那麼,很簡單啦 我們首先 先看第一個Condition 第一個Condition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由A B 一個車,一個單車呢 那麼,就他們相遇啦 那麼,很簡單 車的車速就是U啦 那麼,他們相遇這一段時間有多久呢 那麼,這個就是T啦 那麼,也就是UT啦 那麼,就是這一架車 在A這一點走到他們的相遇點那裡了 那麼,然後,當然我們還有另外一架車 這架單車在B那一點走到他們的相遇點那裡呢 那麼,當然不少得的就是V乘以T 那麼,就是這個Condition 那麼,加在一起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AB整條路那麼長喔 那麼,所以呢,這一架東西呢 就等於X啦 然後,我們就有第二條式 第二條式我們在看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看黃色的這個區域啦 黃色的這個區域在說什麼呢 就是這一架啦 也就是我們一直用箭咀指著他們兩點相遇的距離啦 那麼,他們兩點相遇的距離 我們已經知道是第一個Condition啦 我們一直都在說第一個Condition 第一個Condition呢就是 他們相遇的距離呢 就是AB整條路那麼長的九份之二喔 我們剛剛呢就標示了黃色這個區域 那麼,這個距離的長度啦 那麼,這個距離就等於什麼呢 那麼,當然等於時間乘以速度啦 那麼,也就是什麼呢 那麼,我們首先撿這一架紅色的車來看啦 那麼,紅色這架車 所以,它要駛過這個距離 那麼,我們,由於我們現在這一刻 就不知道它用多久時間駛過這個距離啦 那麼,所以我先給它一顆星先啦 不要緊,待會我就會用到這顆星啦 那麼,在這一段時間 這架車做的什麼呢 就是走過這段距離啦 那麼,時間乘以一個速度 車速我們知道嘛 那麼,我們標示了車的速度是U啦 那麼,所以這一顆星呢 乘以U,那就等於這一個距離啦 然後,那麼,我們 那麼,由於我們有一個神秘的未知物 那麼,這個星星 那麼,這個星星有什麼用呢 那麼,我們要找一個同一樣的時間 我講過這個時間來的嘛 時間乘以速度等於距離 那麼,那麼,這個時間 我們還有些什麼做了呢 嗯,那麼我們可以看看 那麼,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說這個時間啦 就是 這個時間,就是星星啦 那麼,這個時間 當然,紅色這架車就走到這裡啦 那麼,而在同一時間 我們發生過另外一樣東西的喔 就是在單車這裡啦 那麼,看回單車呢 這個綠色的箭咀呢 綠色的三角形呢 綠色的三角形呢 那麼,就在B的這一點出發 就走到來 第二個相遇點喔 嗯,那麼我們就會有 另外一樣東西可以計啦 那麼,這個當然就是 這個沒有等於啊,sorry 那麼,這個就是 那,這個就是 這架車從這裡出發走過來啦 那麼,但是我們要怎麼裂式呢 那麼,我們當然就知道 又是 時間,乘以,速度 等於它的距離啦 那麼,我們今次呢 就有時間了 時間就是這顆星喔 那麼,速度是什麼呢 速度就是這個V啦 那麼,當然啦 因為說過這架車 這架單車 這架單車 和這架單車的速度 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所以呢 我們就會有這個V啦 今次就是 星星乘以V啦 那麼,等於距離 那麼,這次就神奇啦 距離究竟是什麼呢 嗯,那麼我們知道呢 黃色的部分就是 A,B乘以九份之二啦 那麼,然後 由於我們只知道 綠色它只是走了 那麼,距離那麼多多而已 那麼,我們可以怎樣算啊 那麼,這一點點這麼多點 等於,藍色 由B走到這裡的距離 即是,現在我畫線的這個距離啦 減黃色的這個距離 減黃色的這個距離 我游了線的這個部分 那麼,剩下就是白色的這個距離啦 這個就是,怎麼說呢 小學的數學題 那麼,所以呢 我們就知道這一段 即是,綠色 so far 在這一刻走多久 走多久 走多久 這個距離 就是等於 VT 就即是藍色這架 由B走到這裡啦 的距離 VT 減黃色的距離 也就是 九份之二的X 那麼,就是這麼多多了 然後,我們把兩條色拍起來了 怎樣拍法呢 那麼,我們由於知道 上面這條色 有星星來做這個component 那麼,下面這條色又有一個星星做一個component 那麼,如是者呢 我們就可以 將這一顆星和這一顆星畫個等好 那麼,也就是將這一個U呢 踢個旁邊啦 那麼,將這個V呢 又踢個旁邊 那麼,所以我們就會有下面的這一條色 下面的這一條色呢 就是 九份之二的X 除以U 除以U 等於 VT 減九份之二個X 除以V啦 然後我們就可以 apply同樣的technate 去condition2那裡 好,接著來的步驟呢 就是將這兩條色呢 transform去做condition2的情形啦 那condition2說的是什麼呢 那,就是分別這一架車 由A點去到B點過一陣呢 它的車速是比condition1的人呢 慢的 那,就是分別這一架車 由A點去到B點過一陣呢 兩點相遇的距離呢 那,不再是一個比例的關係啦 原本就是整條路 長度的九份之二 即是一個比例的關係啦 那,這次不是啦 這次它 specific了 是72公里的 然後第三樣東西呢 那,就是講到 一開始 大家 雙方兩架車都在AB那裡啦 那,然後直到 第一下相遇那陣 中間的這一段時刻呢 原本 就是T等於0的 那,大家什麼都沒有做 那時刻當然是0啦 那,然後開始一路數到數都數到下去 那,剛剛 在condition1的人呢 這一段時間間隔呢 那,他是沒有講到的 是一個暗孔來的 是一個未知數來的 那,但是呢 在今次condition2呢 那,他就講到 這一個 即是中間這一段距離呢 就就是說 由A 在原本0這一點 走到去相遇的那一點呢 他就用了3個小時 即是T等於3的 那,如是者 我們有3個改變的狀況 那,第一個就是 車速啦 第二個就是這個 兩點相遇的距離 第三個就是 就是 在 開始 到第一次相遇的人 他們 總共 是用了3個小時 那,這三個condition呢 就幫助我們 可以 transform 原本的這兩條式呢 就變成 新 也就是適合 condition2的形式了 那,怎樣變化呢 那,很簡單 我們逐個component來看 那,首先 這個T 我說過 condition2呢 就不再是unown了 那,所以T呢 在這裏 兩條式裏面 全部都可以等於3的 也就是變成 3個U 那,然後再加3個V 就等於X啦 那,你看到我流空一格的 你就知道了 那,U也都改變了 那,U怎麼改變呢 剛剛說過 車速慢了 比之前慢了 20kph 那,所以呢 這個就要乘以 U-20啦 那,第一條式呢 就是這樣transform 第二條式呢 那,我們見到 這裏有一個 9分之2X這個component 那,這個component 本身就是indicate 這個箭咀 對啦 也就是兩點相遇的距離 那,左手邊和右手邊都有啊 那,今次這個東西呢 不再是一個這麼複雜的形式了 而是specific了 是72kg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框框 這個東西呢 就變成72 over U 那,U呢 記住U要transform U就要transform 做U-20 那,然後右手邊呢 就是等於Vt 那,當中這個T呢 要transform 變成三個V 減 框框 變成72 那,這個東西呢 再over這個V 那,搞定 兩條式都變換了 那,所以呢 我們 我們逆積是 一共有 看著啦 Dore Mi Far 這裡有四條式 對啦 Dore Mi Far 四條式呢 就夠我們 可以接著來解 那,這四條式呢 將它 運行少少代數運算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 找出下面的式啦 那,具體來說 怎樣找呢 我們看到右手邊這裡呢 是完全沒有T的 為什麼呢 因為T已經 specify 了 是T等於3 對不對 那,但是左手邊 這兩條式呢 還有T的 那,於是這呢 就令到我們聯想起 不如我們把T 弄消失它啦 那,這一些 只不過是代數的技巧 那我們在這裡 就不要花太多時間 在這裡搞了 那,如果你把T 弄消失它之後呢 那就很容易 會求到下面的 這三條式的 這三條式呢 分別就是 X 也就是 這個AB兩點的長度 就等於 3乘以 U加V減20 第二條式就是 9個UV 等於2乘以 U加V的平方 然後就有V U減20 等於24 U減V sorry 是U加V減20 那,有了這三條式呢 然後我們就可以 又 玩回我們的腦動作 將它堆堆砌砌啦 那,左邊玩一下 右邊玩一下 那,發覺 首先呢 我們有第一條式啦 這個是X的 那,這個就已經是一個 我們要找答案的form啦 那我們不用理它啦 因為我們從頭到尾都是想找X 也就是AB 究竟有多長啊 那,這個留在這裡 我們稍後再慢慢用這一條式 那,然後呢 由於這一條式 我們有UV 想想想這兩個銀洞喔 那,我們就要用下面這兩條式 去幫我們找UV啦 那,尤其是見到呢 第二條式呢 這個是叫齊次方程喔 也就是 我們有U的平方 有V的平方 也有U的一次方 乘以V的一次方 那,他們兩個成為一齊 都是齊次啊 你看到中間 都將會有一個齊次的樣子在這裡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 即是令到我們想起啦 我們不如這個新的比之數 叫CZ 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U over V啦 那,然後整條式呢 那,就會變成 2Z的二次方 減5個Z 然後加2等於0啊 那,接著下來呢 都是一些簡單的代數運算 那我們知道這一塊東西 咦,可以拆掉喔 拆成 Z減2 再2 乘以Z減1 那,這塊東西等於0 那,所以我們就會找到 Z的第一個解呢 是2 Z的第二個解呢 就是2分1的 那,然後Z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U 除以V 那,即是 車 嚴格地說呢 即是車 和這個單車的速度的比例 那,由題目顯然而見 就知道 車呢 就應該要快 那,那 所以 這個比例 就是 U over V的這個比例呢 理論上 應該是要大於1的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也就是Z2這個2分1呢 那就不對了 不對就要拿走它了 那,然後我們就會得到 那,然後呢 我們就會得到 U呢 就會等於兩個V的這個關係 那,然後我們有這個關係之後呢 就可以代入去這裏第三條式了 那,這個我們又不會 那,這個我們又不會 不是怎樣Border 那,如果我們將它 代入去第三條式的話呢 我們最後就會有 V的平方呢 減四十六個V 然後再加二百四十等於0 那,所以解到出來呢 這個 一看就好像看得穿的 那,我們解到出來呢 V 的第一個解呢 就是 四十啦 那,V的第二個解呢 就是六喔 嗯,那之後怎樣辦呢 那,既然我們 已經計算到 這個V 也就是單車的車速 那,之前我們就說過 那,我們就說 車的車速是單車的車速的 兩倍嘛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會計算到 U的第一個解呢 是八十 U的第二個解呢 是十二喔 咦 那,但是我們還有兩個解喔 那我們之後可以怎樣辦呢 那我們看看這裏 那,之前就講過 我們有Condition 2 那,Condition 2呢 就是講到 車 是要減慢車速的 怎樣減慢呢 就是給Condition 1的人呢 那,那 減慢二十個kilo per hour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也就是暗示 原本的車的車速呢 一定要大過二十才行啦 那,所以呢 那,也就是這一架車 由於我們第二個解呢 這架車的車速呢 只是去到十二而已 那,也就是不適合題目的要求 那我們就可以寫去啦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呢 那我們就剩下一個解呢 那我們就會計算到 U是八十 V是四十啦 然後我們把這一個解 對啦 這一組解呢 丟回去之前我講過 第一條式 留下來 留下來 算這個X是什麼呢 那,最後呢 我們就會計到 AB他們之間的距離呢 也就是X 這個東西呢 就會等於 這裡很亂啦 我開過新的一版 A、B之間的距離呢 就是X 等於 3 乘以 U 加 V 減 20的 那,所以 接著來呢 我們又代數啦 之前計過 U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80 V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40 80 加40 減 20 剛剛好呢 就是等於 100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 300 了 然後我們寫個解呢 A、B之間相隔了300公里 就是這條題目的答案